0602 的话其实就是其他的相关练习 所以这部分提供 给请各位也许自行在针对其他资料 去做这个相关练习 像政府开放资料我发现就一大堆了 光那个中央机关 地方机关 还有像分类 什么还有三倍券等等的 另外的话还有根据提供的机关 服务的分类 其中的话像投资理财 我觉得这一类也还蛮值得去看一下 比如说相关的像哪些的上市的股票 它的相关资料 这边上面其实都有 比如说你可以点选之后的话 当然按照排序方式 也许你可以上面有个排序方式 你可以从浏览次数里面下注 你会发现浏览次数里面最多 其实就是投资人最关心的相关讯息 你可以试着把它抓 如果你有在投资一些相关的金融商品的话 也许可以从上面找到一些你需要的资料 也许试着抓抓看吧 因为现在跑太慢了 OK 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就试着乱乱看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0603部分 0603主要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供像政府机关有开放资料 如果说将来变成如果你自己要开放资料给别人使用的话 用什么方式是最简便的 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刚刚有三种csv json xml 这些档案都是放在某一台主机上面的一个档案 那你是去抓取 所以如果你将来你要提供这个档案开放资料给别人抓的话 那势必你需要什么 一台主机一台server 也就是你需要有个server可以放这个档案 但问题你要个server的话 谈何容易啊 对你需要还要有一个server 当然公司可能会有server 可是问题是你还有权限可以丢 那可是他很麻烦啊 所以有时候 总不可能因为你要这个喝牛奶 你就去买一头牛回家吧 对不对我只是要放个东西 那我需要这么麻烦 我要对不对弄一个主机吗 OK 如果我是建议 如果自己有时间的话 如果你有大量的需求 像现在要架主机也越来越简单 你可以用那个嘛 Google你可以找一个NAS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还蛮推荐的 而且现在价格越来越低 像最便宜的话 我是蛮我自己是用这个牌子的 这个叫群晖的一个牌子 这个Synologic这个牌子 那我就觉得像他有些低接的 其实就已经够好用 那这个东西做什么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是让你把你自己 甚至你家里只要可以连上 你家如果有那种光纤 你就可以把它接上去 你家里就可以变主机了 OK 不过最好是说 你们可以再跟 比如说你中华电信 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固定IP的 也就是大部分都不知道 你家其实有八个浮动IP 固定的 但是实际上可以把八个浮动IP 其中一个变成固定的 固定的有什么用 就是以后你可以拿来架主机 告诉人家你的IP位置 人家就可以连线成功了 OK 比如说你要加一个server的话 那举个例子可以拿来做什么 像我自己是有一个主机 专门就是放我的论坛 那我论坛的网址 三个w.tqc .idv.tw 你这个网址 enter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古老师教学部落格 上面那个 OK 实际上 这个就是我用刚刚那个NAS 我架设的 这个NAS非常简单 你如果弄一个东西 而且如果你要架上这种论坛的话 也非常简单 你就把相关的模组弄一弄 它就弄起来了 那目前我这一个论坛 里面有三万六千多个会员 OK 它已经存在非常久了 好像很多年了 至少七八年了 那一台有点像一个便当盒的东西就躺在那里 那其实就在我家的某个角落 安安静静的 而且它非常的 我是觉得还蛮可靠的 价格真的也不贵 然后提供很多服务啦 你可以连 你其实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啦 最基本的价债 然后以后如果说我想要放个档案放上去 比如说我要开放资料 我也可以有个地方放 不过前提是这样啦 你需不需要为了喝牛奶 你就去把一头牛买回来 虽然这头牛不贵啦 但问题喔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并不是钱的问题 是你买回来你不会用 对喔 但是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啦 你会发现它已经比以前的主机还要简单太多了 而且里面的说明很简单 这个我蛮意外 它买回来喔 你会怕你不会用 对不对 其实它还有一些影片 你可以搜寻一下 就是YouTube上面 然后你打个NAS 好多人教你什么用 而且它安装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把网路线插上去 然后电源打开 然后操作一下子 其实它就Runch了 OK好 这也是个补充啦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寻这个管道 你想说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 只是很简单 开放资料 跟各位讲喔 不用钱的 稳定性非常高 而且很好用的 就是Google的云端硬碟 其实你可以Google试算表 就可以拿来当成开放资料 因为试算表Excel Excel跟CSV其实长得很像 结构也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拿来开放资料 非常简单 第一个 你需要一个Google账号 第二个呢 你就到你的Google账号里面的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应该各位都知道吧 在开启 这边其实就Google这边有个云端硬碟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建一个资料夹 比如说我资料夹里面有个TAMP TAMP里面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建一个资料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某一个资料里面 把它上传的话 你可以上传档案 那档案的话呢 它可以是一个什么 可以是一个Excel档 上传档案 不过可能要先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 请你把这边的设定打勾 那哪边可以做设定 记得可以从这个右上角一个设定 设定里面呢 有没有齿轮啦 齿轮就设定 设定里面的话记得 把这边打勾 也就是说呢 你上传的东西一定要是 让它转换成Google试专表 它才能够让你去发布这个资料 OK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找一个 也许看有没有什么档案可以做上传的动作 也许我拿一个 这个我看之前我们 比如说有个会员资料 假设我今天用这个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下载过的那个会员资料 这个 这个会员资料 也许我拿这个然后练习 怎么练习啊 我先把它打开之后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时候记得把它下载成Excel OK那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Excel 它叫会员资料 如果我要拿这个资料 当成是开放资料 让别人抓取的话 假设是这个会员资料.xlsm 它是一个Excel 档 因为我是从云端下载 它自动会帮我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拿这个上传开放 这个我找一个地方 按右键上传档案 然后找到我刚刚的那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的话是在下载的地方 所以我再找到那个下载的地方 然后找到它 它就上传了 那因为我刚刚设定的时候 有设定转换 所以它上传的时候同时会帮我把 这个档案从什么 从这个 Excel XX就Excel 转换之后的话变成一个加号 加号的话就是Google的试算表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它现在就不是Excel档 而是Google试算表 那我如何发布 特别注意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东西 把它发布 变成开放资料的话 你其实可以应用它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什么 档案里面有个叫什么 发布到网络 OK 其实主要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你希望让别人可以抓到开放资料 OK 然后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发布到网络的选项 里面的话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发布是整份文件呢 还是只是工作表 1呢 因为如果你有好几工作表 你可以选工作表1好了 OK 那你要把它变成哪一种格式 它这边可以让你选 第一个的话就网页 它可以变成网页 不过网页的话就是HTML 其实不好抓 不推荐 那比较方便的其实就是哪一个呢 你有没有发现 CSV 有没有 所以你就选CSV就好 当然目前是没有提供那个Jetson 跟XML 如果有的话那更好 哇 那完美了 那等于你以后要开放资料 Google都帮你想好了 不过我觉得它提供CSV 已经是够好了 OK 所以我们就选择什么 把这个工作表1 然后这个选择 然后并且按下发布 然后他问你说确定吗 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帮你产生一个网址了 你只要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那将来的话你可以放在某个地方上面 那你只要以后透过那个程式 比如说我们刚刚之前用过的这个好了 比如我拿 其实你就可以甚至可以拿 拿之前的程式怎么样 直接就可以把它抓取下来的 那甚至就是不太需要改什么地方 像之前 比如我把它抓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我就想 input一个request 然后把刚刚那个网址贴到那个get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来确定一下说我get的到东西 这个其实不用这个地方不用转型 其实就print它就可以了 其实就把这个print出来 print 然后这个htm的这个test 实际上就是我刚刚发布到的那个东西 那我自己练习来抓抓看 如果抓得到的话 那表示OK的 有没有 抓到了 但问题 他这个地方抓到的居然有run嘛 所以你需要什么 在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encoding 等于CP950 这个为什么是CP950 应该是帮你转的UT8 不过这个部分再看看好了 但我讲过了 如果这个不行 换一个 理论上就这两个切换而已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边注意 第一个的话 先找一个你的位置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资料夹 云端硬碟 然后把这个 我是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练习档的话 那你可以从云端白板下方 这边有一个会员资料 把这个会员资料打开 记得把它下载 也就是下载之后 记得下载成这个 Excel的档案 然后再把它传到你的Google的 这个 云端硬碟 先下载这个 然后传上去之后 记得功能的部分 就是利用什么 档案里面的发布到网路功能 选择这个工作表的CSV 把这一个连结拿来当成开放资料抓取的连结就可以了 请各位试试看